哈喽你好你是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哈喽你好你好你是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啊嗯我是来自日本 嗯你好你好啊 哎我现在看你的YouTube 是不是现在对啊电话的声音稍微比YouTube快点 你把YouTube静一下好吧 OK然后我是新疆维吾尔族人 嗯小乐 rugby 嗯安安安安安安安 好的我们这个观众大部分是讲中文的 你就说中文吧 嗯然后是在日本工作 然后我出国已经十几年了 你上次回中国是什么时候,是2016年,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是威胁我的家人,2016年你到日本以后,当地的部门去威胁你的家人? 2016年我是回谷一次,然后又回到日本工作,他们就是经常打扰我的家人。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日本? 对,然后说你要把你女儿叫回来。 然后你回家干嘛? 回家要找我。 找你,谈话是吧,谈完话就进职中营区培训。 对对对,找我之后,他们的意思就是在北京机场的话就是可以很快的就会抓我。 能不能麻烦把你的毕竟事情稍微关一下。 OK。 谢谢。 然后他们就是已经快四年了就是让我提供很多资料。 有没有在日本有没有跟组织联系啊?还有就是有没有在参加什么活动啊? 你这些话都是通过你的家人获取的还是通过当地的政府获取的? 麻烦你再说一次。 是当地政府利用你的家人给你传的话还是他们直接给你联系的? 利用我的家人。 对对,我这边也是。我们所有维吾尔人在国外的地方都是通过家人来威胁。 对对,他们说就是你姐,他们跟我弟弟说你姐姐要是不回国我们就会抓你或者抓你爸妈进监狱。 然后就这样威胁。然后让我提供很多资料在这边找很多人找很多律师提供资料。 然后我尽量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 没事没事。因为我们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站出来去说话的原因。 然后我在这儿就是提供很多资料给他们寄。 我刚好今天收到我妈妈给我寄的身份证。 他们说要拿着身份证拍照再寄过来。 我说可以,只要你们没事我什么都愿意做。 不好意思。大家这个我的事情跟索罗我们没有一点点关系。 希望你们理解一下。 嗯,就这些。 然后我在这边是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朋友也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 我是尽量避免跟他们接触。 我周围全都是百分百,全是日本人。 叫的全都是日本的朋友。 我的意思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在日本。 跟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他们都是很亲共的。 所以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也不会理解我们的处境。 所以我就是毕业之后是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然后在这边跟维吾尔族人接触的话,我怕他们会打扰我的家人。 所以我是尽量一个人。就是跟公司的人一起,或者是日本朋友一起玩。这样。 然后引起了他们的疑心。说你女儿是怎么在那边跟谁接触。这样子。 你家是哪个地区的? 我可以不告诉你吗?我可以私信给你吗? 南疆还是北疆? 我是北疆。 其实我建议你不要害怕,你要勇敢地站出来。 当你去坚强的时候,他会害怕的。 你越是害怕,他越觉得你好欺负。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没做,也没有参加,也没有时间。 你知道日本是在世界上最忙碌的一个国家。 我一点点时间都没有跟你们这样没水平的人斗争。 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努力生活,你们还要这样对我们的话也是很不公平。 如果他公平就不叫共产党了。 对。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喜欢政治问题,但是他们是逼着我们去搞这些政治。 对。 对。 他逼着你。 对。 我们是没有必要谈政治,对不对? 但是他们是逼着我们要谈这样的事情。 参与这样的事情。 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他们就有疑心疑心病了。 对。我起初也是觉得,我如果这样说话的话,他们会抓我父母干嘛的。 但是也没发生,只不过他们去骚扰了我的父母。 但是还没抓,希望不会被抓。 因为他们。 嗯,你说。 嗯,三年前他们抓过我的弟弟。 因为我的弟弟也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他们抓我弟弟的时候,我妈妈去公安局就是大哭。 然后说我在国外的女儿已经是很优秀,也什么事都没干。 那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 然后那个警察就说,那你女儿什么都没干的话,那把女儿带过来给我们看。 要给我们聊。 然后我妈,就是我现在微信聊天,他们经常找我妈,麻烦。 就是我妈在那个公安局大哭之后,他们把我弟弟关起来之后,就大哭完之后,把弟弟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就让我提供很多资料。 我的意思就是我在日本的任何事情,他们都了解的百分百。 还不满意。 对,他不信任吗? 就是不相信别人是特别可怕,也是特别可怜。你知道吗? 是不是今天稍微好了点,你把你的这个苦都说出来了? 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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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很多。 因为我这四年过得特别委屈。 然后,我现在就是跟事都不敢讲,在微信聊天是不可能。 真的,我在YouTube就是遇上这个,你的这个视频之后,我真的是见到救世主了,真的。 不要这样,普通人,普通人。 真的,真的。 然后我是每期都在看,然后之前的我没看到的我都在看。 我是很支持你的,继续加油。 谢谢,谢谢。 谢谢。 给私下联系我,谢谢。 好的,我在LINE给你打过字。 我现在不用LINE了,直接就用下面的这个方式联系我吧,谢谢。 OK,好的,谢谢。 加油,加油。 好的,谢谢你,支持你。